東華醫院繼續在沙灘市華鳳為散訪戶做新冠狀病毒檢測 代表華鳳的視察治佩斯金 有意在華鳳連續幾天次接臨時的檢測站 為華鳳所有居民做檢測 陳家琪報導 東華醫院今日再次來到華鳳的天后廟街 一次過為四間散訪大廈過百名居民做檢測 辛苦嗎? 辛苦嗎? 眼淚出來了 為何會打算做呢? 煲盆暈 每天都要渡 沒問題一般人都能夠成效 黃秋享住在黃市公所樓上的散訪 他表示自己身體一向強壯 無糖尿病和心臟病等慢性疾病 六十多年來血壓一直處於正常的水平 因此最初沒想過要做檢測 我們住三樓 六戶人 個個都說不做 那… 為何你做呢? 那我討論呢 我經常在公所 我轉來轉來 我從公所做 那就… 經常接觸那些人呢 那就… 所以我們… 最後我們決定做 就是這樣 事參事佩斯金今天亦都以身作則 希望鼓勵市民多些做檢測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事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事 很多人在中國都必須確定做的事 當他們看到我做的事 希望他們會更加肯定做的事 病毒沒長眼睛對不對 誰都有可能會受感染 所以我們是出於 對我們士期的關愛來做檢測 然後大家不要覺得有壓力這樣子 張賢清透露 東華醫院現在治理著三個確診的病人 他們住在富額病房 和一般的病人隔離 也都有專人照料 因此民眾去到醫院看病或者拿藥 都不需要擔心 現在東華醫院裡面有三個病例 但是三個病例不是唐仁街的病人 他是原來已經是檢查陽性 然後住在隔離 在酒店裡面隔離 然後病情加重了 然後我們收治了 東華醫院是每隔一個月左右 就會去到不同的散訪大廈做檢測 為了加快檢測 市參事佩斯金說 正考慮客發市內其他社區 在華胖設置一些臨時的檢測站 讓所有居民都可以做檢測 北施金表示根據市府的數據 華胖至今大約有14人確診 以華胖這麼密集的居住環境來說 確診人數不算多 他認為是華裔居民 由疫情爆發初期 就自發戴口罩 和勤洗手有關 希望市民可以繼續保持這種良好的習慣 26台記者陳嘉琪報導 現在在美加各地 多謝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睇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睇